新东方在线停止开9月后 余敏洪称已捐献近8万套桌椅给农村孩子 11月4日 新东方董事长余敏洪在社交平台发布动态称 新东方业务调整 为农村孩子捐献近8万套客桌椅 此前 新东方在线曾公告称 根据新规定即为确保本集团及其营运 完全遵守所有适用的法律和监管要求 本公司董事会议决定 本集团将停止经营中国内地义务教育阶段 学科类校外培训服务 其乃提供与中国内地幼儿园至9年级的学生 终止预计于2021年11月末之前生效 新东方在线表示 关停K9业务后 董事会将继续寻求适当的战略机会 力求在K9业务终止后实现最大价值 并将事实向股东告知最新情况 我们将继续经营与义务教育无关的业务 并将重点和资源 转向其他教育产品和服务 探索新的商机 并继续成为学生的终身学习伙伴